大家我是Chris 相信大家硬盘里都存满了以前随手拍过的照片 删了又怪可惜的 但不删又无从下手 所以本期教程是废片拯救计划 教大家如何给照片进行色调统一 然后制作一组满意的拼图 这些是我在零碎的照片里选出来的原片 每张照片的亮度 场景 拍摄的时间 地点 主体都是不一样的 但它们都有个共同点 就是内容主题都是蓝天白云 所以在后期之前就有思路了 明确这组拼图的风格就是低饱和日系清新蓝调 接下来色调统一之后就能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 把照片导入LR 可以先裁剪成1比1的比例 这样能更方便我们预览最终调色的效果 裁剪的时候尽量做剪法 比如说这样 会看起来更加简洁干净 那么调色其实很简单 我们从这张照片开始 矫正镜头畸变 镜头透视就不再赘述了 接着我们得提亮曝光和阴影 找回更多的细节 就算微微过曝了也没关系 给一点点的对比度会更加精神一点 来到HSL工具 天空的蓝色有点深了 适当把明亮度提高 我们暂时不改变蓝色色相 待会我们会认识一个新工具 接着我们找回图中的一些暖色 提高饱和度能让画面更丰富一些 好了照片就已经调好色了 非常简单 接着调好之后我们Ctrl加A选中所有照片 点击同步 记得把局部调整 变换和裁剪都取消勾选 剪辑同步 检查一下缩略图 很明显能看到这几张过曝太严重了 再进行微调 我们只要做到观感上 尽量调到差不多就行了 完成之后我们选择所有照片 导出JPG格式到一个文件夹 然后打开这个网站 选择左边的九宫格导入图片 我们输入高一些的像素导出 这张就是免费下载的听途 但是整体看上去色调还是不够统一 所以我们打开PS 这是我在网上找的一张四轮的图片 打开Camera Raw滤镜 拉到最下面会发现有一个校准 如果我把蓝原色往左拖动 图片中的色相会逆时针偏移 然后色相环的颜色会逐渐偏向统一 颜色也会相应减少 那不同的原色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诶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工具 来实现照片的色调统一了 我们把拼图导入PS 找到校准工具 把蓝原色往左拖动 这时候色相会变成青蓝色 然后把饱和度降低 OK 找到HSL工具 点击目标调整工具 降低一点蓝色的饱和度 点击确定 新建一个曲线工具 右键 创建剪贴蒙版 把照片整体提亮 那么到这里 这张照片就完成了 我们看看对比 因为时间问题 有些操作和细节可能不够细致 大家学会方法就好了 那么本期大家看到的内容 是用这款明基 SW270C专业摄影显示器来制作的 它有10比特色深 100%的sRGB和99%的Adobe RGB色域 能呈现10.7异色 后期图片过度会更加自然 Delta 1小于等于2的高色准 和外置的OSD控制器 能提高我的判断力和工作效率 同时它的亮度色纹均衡技术 能减少屏幕整体亮度和色纹的偏差 观感更加舒适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体验一下 希望本期教程对你有所帮助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